淤血不除,越补越堵,先淑干再生羊后活血,一举打通全身淤堵。 为什么说淤血不除,越补越堵呢? 这个冬天我们会看到好多人在教大家冬季要补,如何补。 最近我看到好多提问说催生,我为啥感觉我补得不仅没效果,还开始上火了呢? 这是因为你不知道一个道理, 就是淤血不除,越补越堵。 淤血大家其实都不陌生,中医认为淤血的性质是固定不动, 就像堵在路中间的石头一样,容易影响我们体内气血的运行。 你想想我们吃进去的补药补品是靠什么运输的,就是我们的气血。 这时候你去补就像是什么呢? 本来路都不通了,车还一亮亮的往里开,是不是越堵越厉害呢? 堵的第一步是轻,怎么轻呢? 得先弄清楚,淤血是咋来的。 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气质导致的血淤。 中医认为气是血之帅,能推动血型。 气机不畅,不能正常推动血型。 就像是河水流不动了,容易有淤泥,所以气质就容易产生淤血。 这种人平时总是闷闷不乐,腹胀胸闷,肋骨下胀满不舒服,没事就唉声叹气的。 需要先疏干礼气,可以参考一个柴湖疏干丸。 第二个就是阳虚的人容易有血淤。 为啥呢?阳虚则含天一冷,河水冻上了,是不是也流不动? 这时候同样容易产生淤血。 那这种人平时就比较怕冷,总是黏黏的没啥精神。 脸色发白或者发暗,脚边亮多,尿频,咽尿多,还爱拉肚子。 这时候呢,就需要先温阳了,可以参考一个贵妇递换丸。 如果说上面病医啊,你就先清除了,这边清着淤血,那边又有心的,啥时候你也清不干净。 那么这些问题解决以后,再来清理淤血,就简单多了。 像有的人啊,伸出舌头一看,舌质是紫暗的,身上有淤点淤斑,身上会有固定刺痛,碗上加重。 要多提示啊,体内存在淤血了,可以参考一个血腑逐一碗。 那淤血一清啊,身体就干净多了,再来补才能够补进去。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,我们上面提到的中程药,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,不一定适合所有人。 如果你有需要,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。